好 接下來關心天氣 這山山 颱風 牛泊 這樣的影響 就是對日本影響的時間 越來越長了 而且恐怕會破了 日本登陸最久的記錄 更多天氣資訊 交給記者李傑 今年第10號 颱風山山 已經在今天登陸了日本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可能是會登陸 日本長達5天之久 前氣象局長證明點 他就說 這個下大雨的部分 有可能真的會下得 滿長一段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 颱風山山的現在預估 它登陸九州 有可能會整個貫穿日本 而且它有可能會突破 日本登陸最久的記錄 那我們來看 現在氣象專家 也就是前氣象局長證明點 他就說 這個颱風走得慢 也因此 雨有可能會下得特別久 而且他提到 地形與範圍會比較廣 因此他強烈建議 需要最高等級的防災預警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氣象局就表示說 其實在星期五 就是明天8月30號這一天 整個颱風會在四國打轉 也因此目前對於整個交通安全上面 在群日控以及日本航空方面 是已經取消了400個班次 再來在JR公司 他們也有提到 在九州地區 8月29號 8月30號 這兩天是完全停止的 再來就是山陽新幹線 也是從4點開始停止 那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颱風其實相當的影響 日本整個交通 如果您有親友在日本地區的話 要特別留意颱風的動態 也要注意自身安全 好 剛剛在台灣的部分 已經提醒您了 午後是要慎防雷雨的 而在下週二後 說是又有一個熱帶擾動 是不是又有可能 有颱風要生成呢 再把時間交給李傑 午後雷震雨下的是又大又強 相信在北部地區的朋友 也可以特別感受到 今天午後雷震雨的狀況 不過像這種午後大雷雨 其實會持續個兩天 而且專家就說 有可能會下到發紅 要注意的就是在下週二 有可能會有熱帶擾動的發展 那我們看一下 接下來這個星期 整個降雨趨勢 其實今明兩天 都是會有午後雷震雨的影響 而且範圍 整個中部以北的山區 整個中部山區 都是會有可能下午後雷震雨的 一直到星期六 水氣稍微減少 但是午後雷雨的範圍 其實在中南部 還是有一些零性的降雨 到了下週二 下週三 其實這個水氣又會再增多 因此午後雷雨的範圍 其實中部的山區 都是有可能會下期 午後大雷雨的 因此這幾天下來 如果要前往山區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留意 有可能會有午後雷雨的發生 因此再為大家重點整理 就是午後雷雨 大概持續個兩天 而接下來到週末才會轉乾 下週二 下週三 又會有增加水氣 而現在專家也分析說 下週二 也就是9月3號的時候 菲律賓東方 以及台灣以東的海域 有可能會有新的熱帶擾動的發展 而這部分 目前分析是說 有可能會朝琉球群島來前進 到底會不會影響台灣 這一部分呢 可能還要再進一步的觀測 不過呢 對於我們現在影響比較大的 就是午後雷震雨了 因此大家出門在外 記得要攜帶雨具